全新的摺疊機擁有三顆鏡頭 其中潛望式的長焦鏡頭 多達六千四百萬畫素 像我這邊距離一零一 有將近一公里支援 不過透過它的這個潛望式的鏡頭 打開擁有三倍的光學變焦 拍起來可以說是相當清晰 有別於其他品牌的摺疊機 他們更專注於影像 攜手哈蘇 聯名調教 堪稱單眼級的拍照 為了方便商務人士 智慧工具鏈跟多工處理 能同時開啟三個APP 新一代水滴轉軸機構 解決折痕痛點 發表會招來巴西足球巨星卡卡站台 對手也不遑多讓 新來謝霆峰拍微電影 華為突破限制推出 Mac X5摺疊機 配備北斗衛星通話功能 也可以透過衛星訊號 接受訊息 倒入各項黑科技 努力追上市戰龍頭 韓國摺疊機已經來到第五代 全球市戰率將近五成 還沒更指出 明年出貨目標挑戰兩千萬支 實際來看市面上的大摺疊機 5N3內外螢幕都最大 而電池容量 Ford 5跟Pixel 4差距不大 但在重量上 Pixel 4突破兩百八十公克 由於摺疊機價格偏高 傳出華為三星 明年將打造二點五萬元內的 平價摺疊機 在旗艦部分 將目光瞄準新型態的捲軸機 麗品在二零二五年量產 要在手機領域創造新藍海 參選張定強方面想要看不到